老爸,你看阿尔大爷从美国回来,给我弄一个破银银,还是宇宙行长来给我说,叫我给他养老银嘞 哎呀,这个银银银皮像还不错嘞,这个是张作林的鲁海军大员人,这在银银里边这是属于烧件的大针啊 什么大针烧针嘞,这不弄一个破银银吗,这么大的银子,你说管卖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只能卖那种最起初的银银,这个是民国十五年的荣装巷,在其中三个班里边是最受欢迎的一块,滇心的样笔,当年逐照时就没有法性流通 那儿大爷既然是从美国带回来,难道他没告诉你这价值吗 他生命兮兮的没告诉我多少钱,因为他又没有儿子没有女的,说到我给他养老送送,百年以后就叫这个银银银给我 没告诉你价值,可能他是还把你嚼重,既然他乌儿乌女,那他这次回来应该是想把你当铁儿子看待 当铁儿子我也不怕,主要是他生活太简单了,每个人就给我六千块钱的生活费太少了 六千块钱一个人的生活费不少了,在家走出消费也不高 六千块钱一个月可以养活一家四口丑丑鱼,假如能儿大爷本人生活掉下就简单 按理说,这还有很多英语啊,丈夫人家算了,我二大爷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又没结婚 在国外上班三十年,一年存三万美金,他一年存几百万了,别六千太苦了 其实那样大爷说的已经很简单了,就是希望你给他要捞,另外叫这个掌朵令的菌发币作为江山 你不要坦得无厌 这挺多,但是别扭啊,又以他解决性啊,他回国挣的钱肯定不收,他想让我给他要捞,你对我不太勤 你这是神战福中不知福,一个老人在那家,也就相当于夺一双筷子,一个月给你六千,再在这里就相当于两个人的拱子了 另外又送你一块贫香这么好的菌发币,你这还各种才艺,让那儿让爷知道了,这是令他憨醒啊,你要动哪儿止住上楼啊 止住上楼我肯定动啊,关键是这六千也不算多啊,另外这个破云苑,你到底置多少钱 你现在打开收集,手说一下,张卓令,鲁海君,大元帅纪念币,你亲自看一下,离届排卖会的价格,最便宜的价格,都在一千一百多万了 一千一百多万,乖乖乖乖乖,那我得赶紧收叶子,收什么大元帅啊 收张卓令,鲁海君大元帅,这种音乐啊,是党师的十柱扬币,并未法性溜通的纪念币,十五十六十七,三个年份,三个半 注册量,加在一起啊,也就几十个吧,也就是全世界范围内,它的存实量就几十个,是正是把您音乐里边的打针 你这个是十五年来,戎装下,壁面,你看没有写念字,只写了几年两个字,引文标注的是万刀了,河门昌见的大销头啊,大销,重量,规格是一样的 嗯,那我查到了,网上说一个一千多万,为什么那么贵啊,贵,只有一个原因,就是烧,无论我们手上啥巴,都是无一喜为贵,你看您这个瓶项,状态各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,因为样币啊,它没有六桶窝,所以壁面,你看各方面,这都是劝神的,保险各方面来看也是挺不错的,手机不好停了啊,就这种罗币,掉地上甩一下,这几百万就没有了 那你得收银银啊,对对 千万别给我摔碎了,我成二大爷五岁的时候难过来的 放银嘛,这银银在我们手里绝对不会摔,等会儿啊,我给你找个包裹盒装进来,呃,手里真掉地上了 另外呢,一般像这种大针银啊,都得去乳批盒,呃,到时候才能卖一个好价钱 你瞅时间,跟着二大爷一起去找个盒子,另外,呃,由这一块菌发笔给你搭着地盒,再加上每个月六千块钱的生活费,你得用点行 好好的,对吧,孝敬老人家,别让他失望就行了 嗯,你所谓,对 嗯,今天来公银鸭键,我就不淡定了 对 我一定给他打儿子号一样的 对,对,对 对,对